上午8点,国际蓝联宣布荒唐决定,杜丰霸气回应,印尼球迷破防了。 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视频,我是阿三。 众所周知,在最近刚刚落下帷幕的比赛当中,中国队面对东道主印尼呢,是毫不客气,最终呢,汗畅淋漓,迎向了本场比赛。 这场比赛结果出来之后啊,其实对于我们很多球迷而言呢,应该可以说是如释重负的。 因为在这场比赛开始前,那么说实赛呢,我们很多球迷其实也都担心了,中国蓝蓝去面对印尼这场比赛会遭遇很多突发的情况。 而大家之所以有这个担忧呢,主要也是因为呢,在此前国际蓝联宣布了一个荒唐决定,说导致。 那么就在最近的早上8点,根据媒体的报道,我们看到在中国队对打印尼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呢,国际蓝联这边也是公布了一个非常有争议的一个规则。 就是要求印尼这边呢,如果说想要进入明年的这个世界杯的话,必须呢,要争取在今年这一次的亚洲杯当中呢,打入八强的席位。 他们才能够拿到明年世界杯的门票。 而我们也知道本身明年的世界杯呢,其实印尼是联合主办国之一,也就是联合的东道主。 正常来说呢,东道主不用参加比赛就能够进入了,自动进入这一次世界杯的八强,能够拿到门票。 但是现在来看,按照国际蓝联给出这样的一个争议规则来看呢,那么对于印尼而言,也只有在面对中国这场比赛当中完全胜出呢,他们才能够在明年自己这个地方举办的世界杯当中去出战。 那么这样一来,其实对印尼而言呢,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了。 毕竟我们也很清楚,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呢,虽然说外界都觉得印尼这边整体的一个主场优势比较大, 那么裁判整体的一个判法呢,可能也会出现各种情况。 但是毕竟中国对在整个世界的一个排名实力呢,和印尼是完全不是一个等级的。 所以其实对印尼而言呢,当然就是一个重大的挑战。 而且是啊,这一次的话印尼呢,他们面对比较大的困难,但是实际上对于中国蓝蓝而言呢, 我们在面对印尼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呢,大家也是比较担忧。 这一点呢,就说回到我们刚开始在开头说的那个问题。 印尼虽然说对手这个对手不是特别强大,但是毕竟是在印尼的主场,而且前面几场比赛 中国对面对这边的裁判呢,也吃了不少的亏。 所以到了这场去面对东道主的比赛,而东道主呢,又背负着非常重大的一个任务。 如果不能够胜利呢,就没有办法进入明年世界杯的一个比赛。 所以可以说对我们中国队而言呢,确实压力是非常大的。 还好最终我们看到呢,面对印尼这个非常强势的一个对手呢,杜丰也是毫不客气,而且呢用我们强势的一个态度呢,霸气回应了国际来年,以及这一次的印尼。 告诉他们即便是你们呢,很想要拿到这一次比赛的胜利,很想帮助东道主呢,进入明年的这个世界杯,但最终呢实力就证明一切,我们呢是毫不会给对手呢留机会。 所以这种中国队呢,在杜丰的带领之下呢,也非常的霸气,拿最终的好成绩呢,回应了这一次的国际来年,以及印尼,大胜对方50分,挺进了8强。 接下来呢,我们将会去面对黎巴嫩,决出这一次半决赛的席位。 所以当时我们看到,其实还在整场比赛结束之后呢,那么印尼这边的球迷真的是彻底破防了。 他们估计也没有想到印尼不仅在主场输的如此糟糕,而且呢,输的比分居然是相差了50分。 所以我们也看到在整个主场当中呢,一开始印尼的球迷还喊得非常的得劲。 但是到后半场的话,整个印尼输了几十分以后呢,整个主场啊,真的是安静若述,根本是没有什么人啊发出声音。 所以从这一点当中也能够看得出来呢,那么印尼的球迷确实也是受到打击,但没有办法,最终呢,实力就能够决定一切。 那么中国队呢,确实非常争气的,声明了一口气,也拿回了一个很好的成绩了,提升了我们大家的信心和士气。 接下来呢,我们也期待中国队能够在后续的比赛当中继续获得更好的成绩,争取向总冠军的目标去看齐。 好了,本期视频就聊到这里,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,拜拜。